大家好,歡迎回到愛麗絲的頻道 上幾集和大家坐巴士去到河邊新街 下車之後約了朋友下午茶 直至到傍晚時分各自離開 愛麗絲不趕時間,決定由這裏走去新馬路 這裏是里家六街,再進去是夏環街 我現在沿著河邊新街開始走 這個時間天好靚 我們一邊走一邊看看周邊的景物 河邊新街都很繁忙 大部份的車輛都是過西環大橋 近馬各一段有道路工程,火船和街又有 所以在繁忙時間都會很塞車 在這裏走去新馬路其實一點都不遠 最簡單,沿著這條大馬路一直到見到國際酒店 那裏就是新馬路了 如果不喜歡走這條路 亦都可以轉入一些環街窄巷地穿出去 又或者可以在剛才的夏環街上去封信堂街 經龍松街或者江頂前地下回新馬路 走到這裏,對面是大風艙,隔離是藍山版碼頭 看回資料,這個碼頭是被漁船用 出入境需要有澳門身份證和漁民證 跟著這裏就是斯打口,也叫做阿邦迪前地 是一個休憩的廣場屬於封信堂區北部 地方不是很大,全長大約105米,闊大約40米 摩邦迪是1866年至1868年當時的澳門總督 再遠一點,清朝康熙至童治年期間 這裏是專門用來進口鴉片的碼頭和貨煙碎區 詳細的歷史可以上網看資料 我們在這裏下去,右邊看進去有兩間酒店 近鏡頭的就是藝舍酒店,後面那間是英京酒店 回到大馬路,這一段開始是火船頭街 我都不太肯定前面有沒有路可以走 如果真的沒有,又或者不是那麼好走的話 才轉入內街 前面這一座是五陽酒店,右邊這一條是夜魔街 五陽酒店的入口就是裡面的鳳來生街 過了工程圍彈,看到對面是萬事發酒店 我們在前面轉右,走道德行 我們在前面轉右,走道德行 在這裏有間豪江酒店 疫情之前有段時間,我經常會來酒店旁邊的泰菜吃宵夜 左右兩邊的舖位曾經都是同一間泰菜 今次來到見到其中一間已經轉型了 過了泰菜餐廳,見到右邊那一條是鳳來生巷 我們繼續沿著道德巷向前行 右邊這一條是鳳來生街五陽酒店的入口就是這裡 左邊這一條是青瓶巷,我們就從這裡走出去 大家如果要來走這些街道的話 那就真的要注意這些車 這些街道都是比較窄,又沒有行人路 在那邊的路子上是另一條街看 五陽酒店外從未來的房間 這裡有人就在這裡走,再讓太陽但活動 這裡有一條街道,我坐在樓後 這裡的邊路線上有海汽車 這裡面是衝動 這裡面是衝動 然後是衝動 這裡面是衝動 這裡面是衝動 散衝動 甜品店鋪在這裏 間中也有觀眾問 這個路口轉左是白眼塘橫街 我們現在轉由幸福龍身街 很多時候同一條街都不止一個街名 有觀眾留言問 關於福龍身街的70年代舊店鋪 雖然我不認識 但也可以再次細心地看 一起看看有沒有大家想看的店鋪 佛少樓這個路口左右兩邊街名也不同 不過來到這一區通常說店名 大家就會知道位置 現在擺放了在福龍身街的高桌和椅 是隨便給大家休息的 如果走過路過有點累 都可以坐下來休息一下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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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